内房有望持续受惠国策 可留意教优质的深圳控股 0604 集团公布 今年5月份未经审计合同销售额约12.18亿元 人民币 下同 按月升49.4% 按年升261.4% 合同销售面积达约5.7万平方米 按月及按年升66.4% 及315.9% 首五个月集团未经审计总合同销售额约45.1亿元 较去年同期上升121.5% 对应总合同销售面积约19.47万平方米 升154.6% 其内每平方米平均售价约23162元 数据表现不足 亦反映集团能保持去年度业绩纽规为型的量好势头 集团以物业开发 物业投资及城市综合运营服务为核心业务 同时涉足高科农业 高端制造等创新业务 致力于转型升级或以城市综合开发运营 科技产业的投资服务为主业的科技型产业集团 2022年全年 集团收益为315.4亿港元 按年微降1.59% 年内日利20.85亿港元 而2021年度陆亏损27.21亿港元 地产业务方面 尽管受到多地疫情反复的影响 集团积极优化流程 加速推进项目建设 开发结转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去年全年实现房地产 开发销售收入约256.5亿港元 房地产开发毛利率37% 维持行业内较高盈利水平 全年合同销售金额 约192.1亿元 按年上涨0.6% 销售表现远超同业水平 集团于今年可受货值超过450亿元 合同销售目标为230亿元 计划增长约20% 集团于2月公布 已分拆深业物业股份上市 于建议分拆及上市完成后 预期将拥有深业物业不少于50%的权益 深业物业仍将作为公司附属 深业运营主营业务涵盖城市 产业元 住宅物业和商业运营管理服务 截至2022年底 深业运营收入规模26.3亿港元 在管面积 约6823万平方米 业务覆盖全国14个省份 和47个城市 粤港澳大湾区面积 占比达67% 业务组合多元 拓展实力强劲 非住宅业态面积 占比达62% 独立第三方项目面积 占比达72% 两项指标均高于同业水平 财务方面 集团截至去年底现金 及银行存款达133.6亿港元 虽然较2021年底小41.3% 为盈处于健康水平 而去年度银行 及其他借款平均综合利率 为3.3% 控制在业内较低水平 继续合利率 在业务上的水平均络合利率 在业务上的水平均络合利率 在业务上的水平均络合利率